最後我們一個課間的評量,是請各組完成第八關 因為第八關是一個很free的 他綜合前面,他把前面可以選擇的 以及可以畫的方式完全沒有提示你們 讓你自己去選擇 所以各組討論出來畫完過關的結果 結果傳到陪類的 然後請小組上網說明一下你們這樣做的依據是什麼 最後老師做一個重整的工作 所以我們從前面的這張遊戲下來 其實你喜歡用一個結構的所有的要素有哪些 所以學生可能在前面玩玩 再透過主間呼學看完其他同學 理論上我老師講到後面看應該就可以發現 小兩結構一個蠻重要的就是這個橫架的概念 然後剛好可以引申到後面這邊 因為要蓋那個貨固需要穩固 所以橫架的概念需要進來 不然的話他會重心不穩 或是整個會軟腳 對,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,所以我們大概一到兩節課的課程設計這樣 好,謝謝 好,謝謝 好,謝謝先生 好,那我再做個頭來 我們看看 謝謝